10月30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就两岸相关的多个问题进行了回应。 发言人马晓光在会上指出,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来谋取选举私利,不可能得逞。 据介绍,台陆委会称其所作的民调显示,27.7%的受访者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89.3%的受访者不赞成一国两制。 对此,马晓光予以了回应。 陆委会在当前时机选择公布渲染这样一份所谓的民调,其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陆委会制造数据的能力,大家也都很清楚。 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来谋取选举私利,不可能得逞。 有记者问道,对于两岸关系,韩国瑜、蔡英文各有说辞,发言人有何看法? 马晓光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分割,也不容分割。 这是两岸关系的现状。 马晓光认为,台湾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都应该把真实情况和道理如实告诉台湾年轻人。 只有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够可长可久,共创双赢。 两岸双方应该坚持九二共识,秉持民族情,同胞爱,来推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来共同平等协商,解决彼此的分析和问题。 我想这是两岸关系的正确的相处之道。 此外,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即将在2020年建满十年。 对于舆论关注的ECFA是否将面临终止,台陆委会日前称,不乐见大陆因政治因素停止落实两岸有关协议。 对此,马晓光也作出了回应。 ECFA签署以来,大陆方面切实履行承诺,保障ECFA顺利生效实施。 截至2019年6月,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约375.3亿元人民币。 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ECFA后续服贸协议签署未能生效。 货贸协议商谈被迫中断,ECFA无法汇集更多的台湾同胞。 谁在为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谋福祉? 谁为谋取政治私利而损害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的利益? 一目了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全国新闻网 주세요! 全国新闻网站 全国新闻网站 三国新闻网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